請各位輸入雲端的連結 第一個部分 第一件是請你幫我找到安裝環境 除了安裝環境之外 待會也許可以看一下講義 講義部分的話 這個地方也有我之前上課的PDF檔 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自行列印 除了講義之外 我比較建議你們可以到雲端白板上面找一下 因為最新的資料 會放在雲端白板 因為講義有的時候要update的時間 可能沒那麼快 雲端白板就是即時的 有點像是我們把白板上面會需要 這個資料直接就放在哪裡 直接就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我們後面會按照那個步驟 什麼樣的步驟 我把它先用清單好了 基本上的話 我會從這個順序 所以 第一個單元 我們會先學習什麼 如何建置Python的開發環境 那也就是說 我們第一件事 Python就像Excel裡面如果你要寫VBA 至少你要有Excel 至少你要知道說那個開發環境裡面在哪裡 就像Excel你打開 那開發環境是在這裡 開發人員 這邊就有個Visual Basic 點開來呢 這邊就可以寫程式了 那當然你就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程式就可以寫在這裡了 OK VBA的步驟 只是說我剛剛有強調 因為Excel的話 他是Office裡面的一個成員 OK那基本上他付費軟體 也就是說他基本上都幫你Service好了 都幫你打包好了 所以基本上 你其實也不太需要做什麼 打開開發人員 切到Visual Basic 程式 就寫在 模組裡面 就OK了 但是Python呢 因為他是自由軟體 基本上就是 一般人稱他為所謂的免費軟體 所以很多地方都必須要自己來 OK 那所以呢 只是說那個步驟還蠻複雜的 沒有那麼容易啦 所以呢 關於那個開發環境 我在想說我們也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在你們怎麼安裝 所以我已經幫各位準備了一個 所謂的懶人包 那個懶人包的話 其實也相當簡單 也就是說呢 我已經把那個Python的那個環境 下載好 幫你們安裝好 安裝好之後 你等一下只要需要做 很簡單的動作 什麼樣的動作呢 請你把那個 懶人包下載 因為他是一個壓縮檔 請你把他解壓縮到低疊 的根目錄底下 然後呢 直接去找到一個叫Spider的一個 一個連結 那就可以 可以把它打開來 所以待會 這個 第一件事情 我們會需要把那個開發環境先建置起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才是做什麼 做那個 這個 程式的測試 就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亂亂看 然後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包含怎麼樣呢 簡單的變數 比如說 你要怎麼樣建一個變數 把資料放進去 那放的資料呢 到底是數字還是文字 那數字本身到底有沒有小數點 還是整數 OK 如果說呢 形態不對的話 那是不是要轉型 那怎麼樣轉型 基本上這個都是 基本需要知道的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變數部分 OK 另外的話當然 Python蠻特殊的 他不需要宣告 不像以前的語言 都要先宣告一下 像 跟VBA其實也蠻相 VBA也不用宣告 OK 那 VBA也可以宣告啦 OK 他是兩可的 那Python是不需要宣告的 其實你會發現現在的語言 越來越高階 也就是說很多地方 他就基本上 就是 讓你越學越少 OK 然後呢 給你的東西越來越多 所以 基本上 Python 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他網路上 非常幾十萬種的 套件 而且這個套件 都是免費的 那這個套件就是說 比如說你今天想要 做什麼 做 語音辨識好了 那語音辨識如果你要去開發 你要寫 哇不得了了 你怎麼寫 但是呢 網路上已經有人寫好的 語音辨識套件 你只需要 學會什麼 第一個 Python的環境 第二個 把那個套件叫進來 第三個呢 你要知道哪個套件裡面的哪個方法 可以做什麼呢 語音的 轉換 轉換什麼 比如說聲音變成文字 對不對 那你只需要什麼 怎麼樣把 你的語音檔給 這個模組 然後呢 他有個 Input 有沒有 然後有個output output就是輸出文字檔給你的 那基本上 他不是要你去 從頭到尾 從頭寫起一個語音辨識 但是你卻事情都做好了 感覺上有點像 他已經幫你 做好大部分的事情 你只需要什麼 一個簡單的架構把它run起來 了解那個流程大概就OK了 所以像現在AI也是一樣啦 AI其實也是人家寫好 不是說叫你從頭到尾把那個AI寫出來 沒有啦 他其實主要是希望什麼 你要學會 怎麼去使用Python這個工具 去找到你要的那個套件 多半都是免費的 他也有付費的啦 OK 然後你再把那個套件拿進來 然後呢知道說他哪些方法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OK那你會使用他 基本上就是 Python主要的訴求 OK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Python現在學人越來越多 主要他不是說 要你那個 做一些很刻苦的事情 從頭到尾自己寫 沒有 他已經都給你了 而且非常非常多 而且呢絕大部分都是免費的 這一點才是比較厲害的 不像說有些付費軟體 像微軟就不一樣 微軟很多東西都要付錢嘛 像現在Office365嘛 他就是為什麼叫365呢 因為他365天又要收一次錢嘛 是這樣意思嗎 我不知道 反正 就是說呢他每一年就是要付一個費用給微軟 對不對 但是他保證你什麼 保證你這個軟體基本上沒有BUG 有沒有有BUG你可以寫信跟他講 你這有BUG 他基本上就是相容性就幫你顧好了 但是你要付個 基本的費用啦OK 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相較之下 自由軟體也有個缺點 就是說呢 你使用別人的軟體 別人的模組喔 那你沒有付任何費用 所以呢這個模組裡面如果有BUG 那你要自己去解決喔 OK所以這個也是 自由軟體的一個 缺點 應該算是 算缺點嗎 不是因為你沒有付錢嘛 OK合理 所以呢如果假設說你比較是偏學術應用的話啦 學術應用可能不需要那麼穩定的東西 反正你就拿來做實驗 這是OK吧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是商用喔 如果你公司是 這個 幾億幾十億幾百億幾千億的那種大型公司的話 當然你就不太可能會想說 我要拿一個這個不穩定的東西 用在商業用途上 那是一個很 很大的風險 所以這一點當然是要評估啦 可是呢如果你是一般性的用途的話 其實還蠻好的 比如一般人嘛 我不想付到 而且像台灣很多中小企業嘛 反正中小企業組很多還是在Try嘛 那沒關係啊 你就是 拿這個來應用 所以喔 為什麼我 我課程希望能夠結合兩者啦 因為其實我是希望說你又能夠取得得到那個 付費軟體像Excel的穩定性 又能夠呢 相兼容於Python 也就是說呢你可以選擇的 OK不是說你所有東西只能用一個方案 你可以 跨 這個多元的方案 那就是結長補短的意思啦 有沒有那當然這是比較理想的狀態 而不是說只能夠有其中一種的方式啦 OK 所以呢我們後面的話基本上會按照這個順序 第二個單元 第三個單元 第四 第五 第六的話比較下面 第六的話就爬蟲了 後面的話有這麼多 有沒有 第六其實要講的爬蟲 還蠻多的 總共有六個單元 不過呢有些東西時間可能有限 沒辦法 全部都 這個 巨細迷的講 所以有些東西會放在 雲端上給各位當補充啦 如果你有 興趣的話 那延伸性非常非常的大 另外的話當然 有一些題目啦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多多練習 反正我是覺得 Python要學的東西 太多太多了 因為現在 Python呢除了說一般的基本應用之外的話 它有跟爬蟲啦 然後跟視覺化爆表啦 甚至跟AI啦 那AI現在比較流行的像機器學習 有沒有 甚至是深度學習 那未來的話還有很多很多延伸性的應用 所以呢這個部分的話呢 當然 第一個 你需要 有時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雲端的位置 請各位就記下來 然後 第一件事情請你們到 這個 安裝環境 這裡面的話就有個簡單的懶人包啦 OK 那這個懶人包是穩定版 它的版本是Python的384 OK 那你想說這個版本怎麼來的 其實喔 我這個版本第一個 你可以直接在Google上面搜尋什麼 搜尋關鍵是叫Python 這個 Enter一下 那你會發現第一個就是啦 Welcome to Python.org 它是一個 Organization 就是 應該是 非營利組織啦 OK 應該是非營利的 如果你要Download的話這邊有Download Download的話它最新版本是397 但是我其實不太建議你們一定要用最新的 因為最新通常有些還有BUG OK 要有BUG怎麼辦 那麻煩了 所以喔 通常我會 挑的話我通常會挑那個 這個最新版本的前一個版本 為什麼 因為前一個版本它已經把那個一些BUG給修正OK了 那所以 當然你可以下載再安裝 可是問題是安裝的方式喔 還蠻麻煩的 所以我乾脆什麼 而且還要設定喔 所以呢我已經幫各位把 下載安裝設定等等的都做好了 然後做成一個 壓縮膽 所以呢待會如果你用懶人包的話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第一個請你把它下載下來 點開來下載 OK然後有200 208Mb 把它下載下來 理論上的話因為現在的網路應該還蠻快的 大概就是幾秒鐘的時間 然後下載了有沒有 所以下載到我們的 電腦裡之後的話 一般習慣是什麼 在那個 資料夾中開啟 所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件是你要把懶人包 下載下來 下載一般我這邊是用Chrome瀏覽器喔 OK 如果你是用IE或其他軟體 反正就是下載就對了 那它會放哪裡呢 我們就是在 資料夾中顯示 然後呢我把這個384這個喔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剪下來 放在D碟 OK 當然如果你沒有D碟啦 你就放C碟也可以啦 把它貼上 已經有了把它取代掉了 OK 好所以呢 請你把它放在哪裡 剛剛是從下載有沒有 然後請你把它丟到哪裡 丟到D碟 所以在這裡 它這個壓縮檔 跑在這裡 你只需要呢 把它解壓縮就可以 解壓縮不過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按右鍵解壓縮的時候 我看一下我這邊有沒有解壓縮軟體 它好像沒有 沒關係啦 我們用解壓縮全部 解壓縮全部喔 或者解壓縮致詞的 記得喔 不要多一個目錄 也就是說呢 你這個地方直接把那個目錄名稱 把它Delete掉 為什麼要Delete掉 因為它如果 我假設錯誤的是這樣 多一個喔 你會發現喔 如果解壓縮喔 它會變成說 它會把它解到哪裡 解到D碟的Python384的384 變成兩層目錄 所以這個是錯的 OK我把它解出來 怎麼辦沒關係啦 如果假設兩層 反正你最後就是一層就對了 OK不要兩層目錄 然後把它解出來 解出來之後的話呢 那如果兩層目錄 你就把它 再把它從那個什麼呢 就是 最內層的目錄解下來 再把它放到外層就對了 反正就是一層目錄 OK 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話 請各位 先幫我去下載這個 懶人包 然後並且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出來 那解出來之後的話呢 看一下我這邊應該已經解 解到這裡了 在這裡 OK 看一下 正常應該是這樣 D碟底下的Python384 然後呢你可以找到 我們要的那個開發環境 它會是在那個什麼 Python384 裡面的一個叫Scribs 這個 D碟底下的 Python384 裡面的一個目錄叫Scribs Scribs裡面的話 特別特別最重要 它 需要找到一個叫Spider Scribs3的這個 層次 那這個層次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要寫層次的地方 OK 所以特別注意 反正你今天的第一件事情 請務必呢 一定要把這個環境 setup起來 然後並且找到 Scribs3 這個層次 然後把它執行起來 OK 記得在D碟底下 的這個目錄 的Scribs 然後把它run起來 不過run的時候 理論上它好像會run比較久 可能要看電腦 的這個環境 如果你電腦假如 是 比較新的 新的電腦的話 run應該蠻快的 可是如果你電腦比較舊的話 可能點兩下 它會等得比較久一點點 你不要以為是當機 就一直點它不用 你就大概等一下下 OK 所以 請各位先試著 去下載這個解壓縮到D碟 OK 把畫面 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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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